大家好 我們來看 張孟芙 每日一字 好 今天呢 繼續來探討 草書的一些變化的錢 錢水的錢 錢水的錢 這個很少人家行書寫得很砍 因為很難寫 很麻煩 我們來寫一遍 比較正的寫法 大家可以看到很少 很少人書法這麼乖乖的寫 除非是寫楷書 寫楷書大家也都會把這裡省略 好 這算是很麻煩 所以呢 變成了 有的會寫比較快一點 寫快一點怎樣寫呢 這裡變成怎樣連貫性的寫 寫快一點這樣 然後這裡過來 那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這裡 竟然跑出一個橫畫 會這樣子 當然 如果不要橫畫 也是有人這樣寫 所以就可以不要有橫畫 直接過來 這同時並存 這兩種 那如果大家有在學幾字聖教學 大家不能偏向於這一種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那錢字呢 有時候呢 它可以變成 就是天 上面這寫成天 那有橫畫沒有橫畫都可以都有 一些可以參考一下一些書法字典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呢 可以寫成天 寫成這樣天的形式過來 這樣也蠻好 蠻省略的 把它寫成類似天 或者這裡用一個點也行 好 然後呢 如果說從上面這跳過來 開始就有不同的寫法 為什麼呢 它會把上面的這些寫得更簡單一點 什麼意思呢 來看一下 這樣子 就是本來是一個天的造型 變成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要講的就是 怎麼變成這樣 這裡就簡化成這個樣子 是從這樣來的 所以要記 是這樣記 好 它是這樣 然後這個口 要一圈過來 是這樣來的 好 那這一個東西呢 我們在一個字裡面常常碰到 接 順便介紹另外一個字 這路 這比較長一點 大家有耐心 接 接 是怎樣 所以這樣子點 很像 這樣 這樣 這樣寫 那但是呢 接不會去寫這一個 會這樣 直接 這樣就好了 日 就變成這樣兩點的意思 沒有這樣寫 我只是說 如果照這樣變化 但是一般接 常用嘛 就寫成這樣子 好 大家注意一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寫一下這一個前字 好 它是 二生前 好 毛筆也是有點乾掉了 要整理一下 好 來看一下 這個字 蠻厚的 一個點過來 然後這裡要 比較厚重一點 帶過來 一點 帶到右上 連續動作 刷到左下 好 然後再寫一個日 轉一圈 再寫一個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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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